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エンです 今日の単語を一緒に勉強しましょう 好 那么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单词是 ZARA ZARA ZARA就是我们平时买衣服的ZARA 然后日本人呢就是很少有耳化音 所以他就读成ZARA 好 那然后呢第二个是BLOWS BLOWS就是英文的那个女性的衬衣 没有领词的这种叫做BLOWS 就是很多种其实你都可以叫做BLOWS BLOWS是英文啊 那日语呢就是稍微发的没有那么多的耳化音 就叫做BLOWS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单词的写法 好 那么第三个 虾词 虾词就是我现在穿的这种有领子的 一般有领子的上面的衬衣呢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都叫做虾词了 虾词就是英文的SHIRT 所以大家可以用谐音 大概能够感受到英文你去掉耳化音的那种发音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日本有很多单词呢 大家就是用英文来代替 所以也可以少背很多单词 所以英文跟日文一起学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种方式 然后可以锻炼大家的思维 就是你去忘记中文 然后我们来学这个外语 所以用一门外语代替另外一门外语同时学习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OK 那下面一个单词是pounce pounce pounce就是英文的pence 那么下面的短裤或者长裤 那么英文那么在日语当中都可以叫做pounce 下面一个呢 我们看到等一下视频里面呢 我会说到一个词就是foodpan 就是我觉得我刚刚我有试一件衣服 那那件衣服呢 就是它是连体衣 然后就是去厕所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不方便 那么就叫做fube fube 这个就跟我们的中文 可以看到这个词是一样的 好这里说一个shichaku 就是我在视频最初的要试衣服的是shichaku shichaku就是试穿的意思 那试穿的是一个名词 那么加上思路就是一个动词 shichakusuru就是动词 那么我们把思路变成shimasu 就是一个句子的形式 shichakushimasu 你就是说了一个句子 或者你就直接说shichakusuru都可以 然后shichaku是一个名词的试穿 那么大家看过 我之前也有拍一个试穿衣服的视频 那那个视频里面的试穿呢 我是说kite miru kite miru是穿是 kiru是穿的意思 那么加上miru呢 是试穿是反过来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个属于叫做一个名词性的动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完全是动词 用两个动词的试穿 加在一起的试穿 皆さんzara de shichaku shimasu 这些衣服是香港ドル的 299ドル的 这些衣服是香港ドル的 或者是香港ドル的 是香港ドル的 是香港ドル的 应该是香港ドル的 是香港 ? 我现在正在那边的 上面的衣服是香港ドル的 这个衣服是香港ドル的 对面的衣服是香港ドル的 這就是普通的香港ドル 這叫做プレイシュート 我认为这些衣服的衣服 很漂亮,但很简单 在洗衣服上去的衣服 所以我认为这些衣服 很简单 我认为这些衣服 很简单 但我认为这些衣服 我认为这些衣服 这些衣服的衣服 很简单 这些衣服 草的衣服 điều会被拿出来 吃香草 太厚了 它很甜 有果豆湯 真好吃 即便 塌心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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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去找这个红小豆的茶 那么之前的视频大家看到了 因为红小豆呢 我发现它是有利尿 然后去水肿的作用 好那么今天我就要去到超市 去找这个红小豆茶 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但是呢 尊庄的是没有的 就是瓶庄已经做好的 叫做bottle就是bottle的意思 就是bottle的那个是没有的 那么好 我又去找了一个paku paku就是那个一袋一袋的 那个冲泡的茶 也是没有的 好那么我就发现了 有kulomame黑豆 kulomame茶是有的 叫做kulomame茶 黑豆茶 好那么还我发现了有醋 醋是酥 酥就是醋的意思 那么就跟我们吃饺子的醋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上 gyoza酥 gyoza yo酥 gyoza no酥 好了然后呢 我又看到了sawa sawa是一种气泡酒 气泡酒很好喝 我觉得日本是非常多 出这种气泡酒 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尝一下 因为很便宜 在kombini kombini就是24小时店 在kombini可以买到 在普通的超市都可以买到 然后很便宜 希望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气泡酒 我非常喜欢喝 气泡酒就是sawa sawa 那么他们里面呢 就会加水果的口味啊 或者是酸奶的口味 这回我买了一个新的口味 是酸奶的口味 非常好喝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发了朋友圈 然后我朋友圈里面的朋友 就看到了 然后他即刻就告诉我 我已经上淘宝买了 大概是六个一百块左右吧 好那么在日系的超市里嘛 非常著名的是熟食店 它的熟食做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吸引人 那么刚才呢 我就来到了这个熟食的 这个超市的这个部分 我就看到了这个熟食 看起来很好吃 那看起来很好吃呢 就说 美味しそう 美味しそうですね 日本人呢 就是常常会表达这种感情 会非常多的 美味しそう 然后在吃饭之前呢 要说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然后开始吃 美味しそうですね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大概这个就是日本人在吃饭的时候 常用到的用语 CONSYA AR running 我们不得用 notic 而且 我是 歌 direito 在打飾 erek responsive 我们网银 Part 现在 我们就有关 oh 我们的 我们只 Dennis 我们活动 应该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也关注其他的视频 谢谢大家